彭帥到底在哪里 全世界都在问 继乔科为奇大阪直美后 又一位网谈名将小威廉斯 也透过推文声援彭帥 人间蒸发超过两周 恐怕不是一封短短信件 就能证明彭帅安全 继WTA之后 国际网球总会也打破沉默 要求中国政府给个说明 而这起中共高官的逃色风暴 对明年二月就要登场的北京冬奥 更无疑是一记重疾 会不会抵制北京冬奥 美国总统拜登亲口证实 正在考虑中 民主和共和两党议员也希望借由外交手段 施压北京 确保彭帅安全 毕竟这起世界已经震惊国际体坛 运动员被消失 无疑更加深各界对北京冬奥的不信任感 不过这次深远彭帅立场最坚定的是国际女子网协 由于WTA已经和中方签订合约 明年将在中国举办10场赛事包括年中赛 奖金上看1400万美金逼近4亿台币 WTA站出来替选手发声 不怕合约受影响或许也能看出国际社会对中国态度的转变 北京冬奥在彭帅风暴和本土疫情双重压力下 恐怕不是中国外交部持续打迷糊仗 只用一句没掌握 这不是外交问题 我也不掌握 就能草率了事 三里新闻 环旋报导